哈喽这里是彭子 今天是4月10 为大家带来华强北真实的拿货行情 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淡季了 市场的人也少了很多 当然行情也下调了 先来看到这个是S13代 128GB无锁的 这是回收的 橙色是极佳的 而且电池效率版 版充电只有30来尺 这个是他们17张出 因为这个是精品 而且也是纯权无猜的 市场上都基本上很难找到 而且对比市场的行情也是低一点的 一块LCD小屏手机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且它是A15的芯片 算得上是收藏级别的 然后帮上海的一个老客户 拿一部港版的三星S24U 这种是全新竞过关激活的 这个拿货架7140 他们这种只加一张的服务费 到新竞咱们大概测一下外观跟功能 三码合一 那么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而且港版都是带发票的 支持全国联邦 这位朋友就是看中港版的谷歌系统 能最大的发挥其AI功能 然后还帮另外一个老客户 挑了一个13 Pro Max 这个是128GB的 颜色也是非常好 有9%左右 这个电池效率是87的 然后拿货架在38张 如果电池效率更高的 那么39张甚至40张都有可能 像挑削二手机 还是要遵循它的一定物理规律的 并没有那么多高电池效率 电池是存耗品 它可以再换的 关键机器原装无猜才是首要 然后也帮广东的一个老铁挑一部 OPPO的Rino 8 Pro加 这个是12加256内存的 成色有95星左右 也是存原无猜的 这个机器就是颜值跟拍照 是会比较好的 前市场的货量比较少 这个拿货要14张 这种拍照和质感的话 这块也是比较不错的 请稍微拍照 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转发